微信上男人总把晚安换成五句话,摆明了是喜欢 朋友之间偶尔也会聊天,但结束聊天的时候不会多说,只会说晚安 普通朋友关系只是一般,不会太亲密,不会走进彼此心里 喜欢与不喜欢是有区别的 喜欢你的人眼神里只有你,对你是特别热情 而不喜欢你的人根本不会关注你,你和外人没什么区别 他喜欢你,他很愿意和你聊天 他和你有说不完的话,他很想念你 和你聊天是最快乐的,不和你聊天觉得缺少点什么 不管他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和你聊天 不管晚上有多困,他都会硬挺着和你聊天 微信上男人总把晚安换成这五句话,摆明了是喜欢你 一,门窗关好没 不喜欢你的男人根本不会担心你,根本不考虑你安不安全 你们聊天的时候只是聊了一会儿 当他困了,他就会对你说我先睡了 而一个喜欢你的男人是很愿意和你聊天的 每天晚上聊天的时候,他都会和你聊很久 聊天结束的时候,他会反复对你说 门窗关好没 他不在你身边,他不能护你周全 他不能立刻来到你的身旁 他在乎你,他的心里有你 对于他来说,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二,你要想我哦 如果说男人不喜欢你 那么他只会在无聊的时候和你聊一会儿 你以为他喜欢你,才愿意和你聊天 实际上他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如果男人很喜欢你,那么对于他来说 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和你聊天 不管和你聊了多久,不管有没有话题 他都不会主动结束聊天 当你对他说我困了,他是有一点不开心的 但他不会影响你的休息 在聊天结束的时候,他会对你说 你要想我哦 他想让你像他想念你那样想念他 三,他喜欢你,他不会对你说晚安 而是对你说我们梦里见 他会想着你入睡 他会让你出现在他的梦里 很多时候他都会笑醒 因为他和你出现在同一个梦里了 他也想让你梦见他 他想出现在你的梦里 他想听到你说,我昨晚梦见你了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很开心 会洒洒地笑起来 在他心里你是唯一 你与别人不一样 他很想让你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很想对你说,有你在身旁真好 四,好舍不得你 一天24小时 他想每时每刻都和你保持联系 他想知道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他想和你一起经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每天晚上闲下来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找你聊天 他会对你说很多关心的话 很多个夜晚他都很累,很困,很想睡觉 可他却不敢睡 他怕找不到你 他怕没有聊天的机会 每次都是你主动结束聊天 都是你对他说晚安 我先睡了 他不会回你晚安 他会回复你说,好舍不得你 五,有事打电话 喜欢你的男人会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你 他的心里有你 他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他总是对你说有事打电话 他想帮你解决所有事情 他想参与所有关于你的事情 他愿意接到你的电话 他想听到你说,你现在能来找我吗 他把你当成了他女人 他很想让你真正的属于他 很想对你说我爱你 很想称呼你老婆大人 很想一回头就看见你的模样 总结,喜欢你的男人不会对你说晚安 而是对你说这五句话 他的心里有你 他想和你谈情说爱 他想把你娶回家 他想和你共度余生